OK,我們這個單元呢 是要來跟各位談說 怎麼樣把一個方法當成參數 傳給另外一個方法 我們知道說一個方法它的參數呢 可能都是一些資料型態 像 integer啦, double啦 或者是一些類別 但是你怎麼樣把一個方法 當成參數傳給另外一個方法呢 OK,那我們先看這樣的一個例子 就是說假設呢,我有一組資料 它的原始的排列順序是 1-3,7-8,4-9,5-6,2-10 那麼我們用bubblesort呢 可以來把它由小排到大 依照它的值 那你也可以由大排到小 然後呢,或者是說你依照它的絕對值 就是說我先取絕對值 然後再由小排到大 或者是說一絕對值呢,由大排到小 OK,那這裡就牽扯到就是說 你不同的排序方法 不同的排序方法 那傳統上呢 那圖法煉鋼的方式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你會有一個 宣告一個叫bubblesort 這個 assent 的一個 排戲法 那這個是bubblesort的演算法 然後呢,在條件這裡呢 有一個if data 大於 data加1 這個就是由小排到大 那條件是呢 就是 dI格 如果大於dI加1格的話 我就做交換的動作 OK,如果呢 是由大排到小的話 你就 就是把這個大於變成小於 那如果是絕對值的話呢 你就是去檢查它的絕對值 mess.abs呢 是附教mess這個類別的靜態變速 靜態方法 它可以算一個值的 這個絕對值 好,這是絕對值大於 好,這是絕對值小於 那這種圖法煉鋼的方法呢 基本上也是OK 但是呢 各位有沒有發現說 事實上 程式碼呢 只有一小行 是不一樣的 其他都一樣的 這就是犯了我們的一個大忌 就是說我們的程式法重複了 那它佔記憶體空間 那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裡面 比方說 你這個pass 這個起始值 這個地方寫錯了 或交換這個地方寫錯了 你要去修改的時候 你四個都要修改 這是一個很笨的方法 那 比較聰明的方法是什麼呢 我們可以把這個 一個比較的方法 當成參數傳進排區中 比方說 比方說 我們把這四個 比較的方法 寫成一些小程式 然後把它傳進去 好 所以呢 我們第一個步驟呢 就是我們先去實做 四個不同的比較方法 比方說 我的這個名字叫 ascent 然後呢 它是傳入兩個整數 然後我回傳一個bullet 如果它大於它的話 我就回傳它是 tue ok 如果它小於它就回傳是 false 這是 由小排到大 由大排到小 這是由小排到大的 那 這個是比較兩個的絕對值 這是 好 然後如果是大於的話 就是tue 然後這個是比較兩個絕對值 如果小於的話 就是回成tue 好 等於說我把這個地方 好 然後寫成了四個 這個比較的方法 然後接下來呢 就宣告一個偉派 好 然後這個偉派呢 它的關鍵字就是 delegate D-L-E-G-A-T 當你宣告偉派的時候呢 然後 這個bullet 好 就是跟 這一個是一樣的 然後這裡有兩個傳入參數 ok 那所以這compare function呢 就會形成 這個 c-o-n-p-a-r-f-u-n 這個偉派呢 事實上它就會變成 有點像是一個型別 就像 integer一樣 有點像 integer 或者是像 double 這個compare function 本身 它就會變成是一個型別 好 或者是像類別一樣 就是它會變成一個型別 那既然是型別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當成參數 好 丟到這個 函數裡面去 方法裡面去 ok 所以這個偉派呢 其實它就是一種 一種型態 它 只是說 一般像 integer 它是用來存 資料 好 那compare function呢 基本上它是指向一個方法的位置 好 那這個回傳形態呢 跟傳入這個參數呢 好 要跟這幾個比較方法要一樣 所以它都是不我 然後呢 它都是兩個參數 都是整數的 好 那第三個步驟呢 我就是實作這個排序程序 我就實作這個bubble sort 那bubble sort呢 它有一個傳入的 你要排序的這一個陣列 然後呢 這compare function 我們剛剛講過了 它是一個尾波的型別 它就是一個資料 一個型別就對了 然後呢 這個是型別的變數 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是一個型別 然後變數 型別變數 只是這個型別比較特殊 好 這個型別比較特殊 好 然後呢 你要改變的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地方 因為這個變數呢 還記不記得 這個委託型別 它是什麼 有兩個傳入參數 然後會回傳一個pooling 所以你就可以把這兩個 這個di一個跟di加一個的data 把它傳進來 傳進來之後呢 回傳一個p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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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說 它是回傳處 就代表什麼 代表 可能它小於它 或者它大於它 看你呼叫的 這個 那個比較方法是哪一個 這是呼叫委託 好 接下來呢 你bubble sort就可以把array丟進來 然後呢 把這個ascent 比方說這個ascent descent abs assent 或 abs descent 你可以 根據不同的比較方法 然後呢 把ascent 好 這個丟進來的時候 這個不同的比較方法 就得到不同的排區結果 好 事實上是這樣子 當你呼叫bubble sort array ascent的時候 這個 它就會去跑 從bubble sort的程式碼去 開始跑 當你跑到這個cmp的時候 cmp的時候 如果你傳進來是ascent的話 那它這個cmp就會指到 ascent這個程式碼 然後開始去跑 ascent的程式碼 然後再回傳 你比較的結果 那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達到 這個 我們用一個bubble sort 但是呢 有幾種不同 比較方法的這種目的 ok 好 另外呢 我們要再特別講 就是說其實 委託剛剛有講 它是一種形別 它是一種形別 那 所以呢 像這個public delegate bubble compare function 然後int n1 int n2 這裡就是在定義一種 新的形別 這個形別 名稱叫compare 好 那這個compare 這個形別呢 它不是用來存 資料 它是用來儲存什麼呢 它是用來儲存說 這個 具有兩個整數參數 而且回傳形態為 布爾的一個方法 就是 這個 這個形別 它是 它是一個方法 它並不是 資料 它是一個方法 就是一個函數 那這個函數是兩個 整數參數 跟一個回傳 布爾的這個形態 那既然它是一種形別 所以呢 你就可以去宣告這個形別的變數 那我們宣告變數不就是一樣嗎 就是 形別的名稱 然後呢 變數名稱 好 所以如果 這一行的意思就是說 我宣告一個形別為compare function 的變數叫cmp 然後 將來這個變數就可以儲存什麼 它可以儲存任何具有兩個整數參數 且回傳形態為布爾的方法 OK 所以 像這個cmp呢 它是不是就可以指向 ascent descent 它都可以指向這個 因為 這幾個方法都是 有兩個整數的傳入參數 跟 回傳形態是布爾的 這種層次 OK 那既然 它是一種形別 所以呢 你是不是可以宣告一個 陣列的變數 那就是 宣告這個變數是不是 行別 然後中括號 然後變數名稱 那我這裡等於的 有等於 然後有大括號的話 這是不是給它出始值 所以 這個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 我宣告一個cmp function array 然後 這個變數本身是一個compare function的陣列 那它的起始值呢 就是 元素領是存 asscent 這個程式 的區域 記得它不是存程式碼 它是指向什麼 這個 程式碼 因為 參考的話 這個是一個 這是一個位置嘛 對不對 那 位置 程式碼 也有 它整個在程式 這個記憶體裡面的位置 所以呢 這一個 這一個的位 這個裡面的這個位置呢 就是指向這個程式碼區 好 程式碼區 第0個就指向asscent 第一個指向descent 第二個指向 這個 abs asscent 第三個指向 abs descent OK 那 所以呢 我們 比方說我們在這個main函數裡面呢 要宣告這四個 你要互叫四次對不對 然後分別給 asscent descent abs abs descent 你呢 你呢 去宣告一個陣列的話 那你就可以用一個for loop 然後呢 這個bubble sort 就是 執行array嘛 然後呢 這個compare function array i 當你是0的時候 i等於0的時候 它就執行了scent i等於1的時候 就執行這個descent OK 那這兩個就是 以致性 那我們來看一下 程式碼 第一個程式碼呢 是6-16 delegate 1 OK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就是 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說我用一個 比較笨的方法 我就是寫四個bubble sort 四個bubble sort 四個bubble sort 然後呢 每一個bubble sort呢 幾乎都是同樣的程式碼 唯一就是判斷 判斷不一樣 像這個 ascent這邊是 data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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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bubble sort ascent這邊 就是 要去找它的絕對值 大部分程式碼都長得一樣 OK 那 每一個 你看每一個這個函數的名稱 還要給它不一樣的函數名稱 這其實是一個非常不好的寫作 程式寫作的技巧 那如果你用 懂得用委託的話 這個問題就可以被改善 那當你宣告一個委託的時候 這compare function本身它就是一個行別 好 所以你就可以 把這個改成什麼呢 我是宣告這個四個 要方法 像這個 ascent這裡 它其實就是在 處理這一個地方 OK 對不對 因為是 data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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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Compure Function这样的一个参数 那这个Compure Function呢 记得它是两个传路的 这个参数跟一个回传路 那这四个呢 Compure Function呢 都具有同样的这个形态 那所以呢 你这个Bubbleshot到这里要比较的时候 你就去呼叫这个Compure Function 然后当你这里是这个Bubbleshot的assent的时候 它就会去执行这个assent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执行的结果 我们来看 我在这里设一个中断点 然后 那这个Bubbleshot Array 当你按F11进来的时候 它就跳到Bubbleshot这边来 到Compure这边 各位可以看一下 现在Compure你可以在Watch这里 你也可以去看Compure Comp这个变数 OK 它会告诉你这个方法呢 事实上现在传进来的是assent 所以你按F11的话 它就会跳到assent 这个比较函数来 然后我们让它继续走 那现在呢 假设呢 我把在这里设计一个中断点 desent absassent跟abs desent 再重新执行一次 刚刚assent大家已经看过了 我们再看desent这边 按F11 然后进来到这里的时候 然后你看这个Comp呢 它就变成desent 然后你按F11进来 它是就跳到desent这边来 OK 然后继续 现在是ABS assent 你按F11进来 Compare就是ABS assent ABS assent 你按F11 它就跳到ABS assent OK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说你用委托 其实可以传一个方法进去 这个非常有用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 刚刚讲的阵列的方法 好 这个阵列的方法呢 事实上就是说 我们在这里呢 一样Bubble Assault 然后呢 这里开始放 assent desent ABS assent ABS descent 然后这边的感觉呼叫的程式嘛 好像也有点重复 那它几乎都是呼叫同样的东西 那呼叫同样的东西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array来实现 所以呢 我们刚刚讲过了 这个Compare function 它本身是一个形别 所以呢 既然它是形别 我是不是可以呼叫一个阵列 它叫Compare function的array 然后呢 我再把它起始值呢 就是把这四个比较方法呢 全部排进去 全部排进去 当成它的起始值 然后对应这个string呢 这里的string呢 我也放四个 我宣告了一个string的阵列 好 然后呢 在这个部分啊 就是排序 这里我就写一个for loop 然后因为它是有四个方法嘛 我从0到4 那在Bubble Assault这里呢 我除了传这个array进来之外呢 我这里就是传这个Compare function的array 第0个它就是assent嘛 第一个就是bsent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地方 之后的APP 在bubblesought呢 现在I等于0嘛 对不对 所以你按F11进来 它可以跳到bubblesought 那这时候的CMP呢 它是 現在是第0個嘛,所以他就是執行ascent 注意看,這是ascent 接下來,i已經變成 i已經等於1了 i已經等於1,所以他現在執行的是becent 你按了fc進來 Compare已經執行becent 然後再繼續執行,i現在變2 2的話呢,他就執行 這個abscent 跳進來,他變成abscent 你可以按fc 他就是轉,再執行abscent 好,然後呢 這個第4個,就abscent fc 跳進來就abscent 那這樣的方法 其實呢 這樣的方法就可以在 把你在呼叫這個地方呢 再做進一步的一個簡化 那其實呢 用正義的方式來儲存某些 這個方法 其實還蠻有用的 那不見得是說所有的方法都要執行 他可能在做那種cast switch 的這種轉換的時候 他會非常有用 所以這個技巧呢 大家也稍微把它學起來 熟悉一下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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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人 拜託 一下 來